火箭军时隔44年完成导弹试射 中国吹响了反击美国的号角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根据微信公众号国防部发布9月25日消息 2024年9月25日上午8点44分 协调世界时间UTC0点44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 成功的发射了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 例行安排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目标 有人问怎么看 咱这么说 从地缘政治 地缘安全 国家安全 国家战略 中美关系 国际关系 国际贸易等角度 这是一个分水岭 它意义重大 大家看看中国传递的信号 发射导弹的时间 UTC 0点44分 0点是什么意思 44年前 1980年东风5 洲际弹道导弹试射 上一次我们告诉全世界 我们仅仅有了这个技术 44年后 我们郑重的告诉大家 我们已经完全的成熟的掌握了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 在这一时刻 在这一个时间点 我们现在拥有打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任何一个角落的能力 而且是管宝的那种 也就是说 1980年这个0点时刻 我们进入到了这个行列 44年后 我们完成了它的所有需求 毫不回避的说 今天这一次远程洲际导弹试射 它足以改变世界各国 特别是美国俄罗斯对中国的重新认识 以及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 有人问为什么 从行为的角度 有一个问题 上一次中国做出类似行动在什么时候 根据专家评论 这是自1980年5月以来 中国时隔44年后 再次进行洲际弹道导弹 全射程测试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中国除了向南太平洋 预定海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以外 海军护航编队还成功的进行了 东风5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的测量 打捞回收和护航任务 由18艘船组成的远洋舰队 是新中国成立起 中国海军执行的最大规模的远洋军事行动 同时实现了中国海上测量从无到有的历史跨越 记得我看过的纪录片 1980年这一次东风5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 当时弹道导弹的弹头落到预定地区 谁打捞上来算谁的 所以中国派出了一个远洋舰队 在预设地区进行打捞 最后成功打捞出来了这个弹头 同时也完成了他的人工距离测量 当时我们仅有的这些海军 我们仅有的这些技术 等于说告诉了全世界中国 拥有远程战略和打击的能力 当时这18艘舰船 是中国海军唯一能拿得出手来的军舰 包括几艘刚刚服役的051驱逐舰 在美国人眼里它是什么 它是保存最完好的古董 从什么都没有衣衫蓝绿 从零开始到现在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如今44年过去了 中国的蓝水海军已经走向大洋 中国的航天器测控网 从国内延伸到环球 火箭军以成长为中国战略地位的 战略支撑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变革的是不断跃进的技术 不变的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与意志 从技术角度进行对比 1980年也就是44年前 中国试射东风五洲际弹道导弹 射程9000公里 人工测量 等于说告诉事件 中国已经具备远程核打击的技术了 而仅仅是技术 2024年也就是今天 中国再次试射远程弹道导弹 型号没有对外公布 射程12000公里 太空测量距离 中国在告诉全世界 韬光养晦的时代正式结束了 有所作为的时代开始了 特别是告诉美国 别忘了金融战 贸易战 科技战 你想让我不还手 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完成导弹试射 等于说中国吹响了反击美国的号角 还是那句话 这一次试验意义非常的大 这是跨时代的传递了强烈的信号 比如说现在美国正在举行大选 民主党的拜登刚刚进行了四方会谈 针对中国新一轮的部署 如果哈里斯当选 他将沿用这一套战略布局 共和党这边正在激烈的讨论 如何具体针对中国 从可控竞争到彻底的政权更迭 都开始摆在台面上进行研究了 在共和党那帮老白男眼里 中国现在就是案板上的肉 听候美国强硬派的发落 欧洲方面正在如何考虑具体进行 针对中国新兴高科技产业的限制和打压 在日本方面 自民党正在进行总裁选举 中国话题再次被炒作了起来 这个时候进行远程导弹试验 别忘了是谁 这个国家不是朝鲜 这个国家不是伊朗 不是俄罗斯 这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 和全球最大的市场 这一次试验等于说告诉全世界 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 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欧洲日本具体什么政策 具体什么人 无所谓了 无论你们谁当选 或者什么政策 中国的未来 我行我素 彻底的由我做主 朋友来了 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来了 迎接他的只有猎枪 你们这帮小爬虫 还想要聚集起来 针对我 现在我不去整你们 就便宜你们了 如果大家关注最近几年 中国的战略调整和变化 比如说扩充核武器 以及扩大海军规模 特别是完善战略打击能力 你把这些东西与今天洲际弹道导弹试射 结合在一起 你会发现什么 一万两千公里的射程 核弹头 核长兼备 不针对任何一方 为什么不针对任何一方 自己好好想想 一万两千公里是什么意思 咱这么说 这个距离 中国的核导弹 有能力打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特别是美国 欧洲等全部北方国家 而且属于管保的那种 这不仅仅是告诉大家 我有这个技术 这等于说告诉大家 我有这个能力 如果你想跟我开战的话 那么对于你这个国家来说 要葬身活海 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跟我脱钩 去我的风险 随便 如果这一天到来了 我会让你们更加的不得安宁 跟我脱钩 还想让我遵守你们的规则 这是不可能的 想在我周边部署中程导弹 随便 哪怕有一颗试图飞向中国境内 迎接你们的会是什么 你们自己心里应该有数 现在不是说中国要看美国西方的眼色形势 而是你们美国西方要看着中国的行动 而做出相应的改变 因为什么 时代不同了 比如说 最近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以及国务卿的人选 要么社会你卢哥马克卢比奥 要么棉花议员汤姆科顿 要么尼基黑利 管他是谁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如果你想好好的与中国打交道 随时欢迎 咱们可以交朋友 咱们可以合作 如果你不想 那咱俩就可以玩玩了 如果最后是你吃不了兜着走 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今天完成导弹试射之后 中国的股市应声跳空上涨 这是什么 这是市场的反应 如今西方各大媒体 我相信各大智库都在讨论这件事 准备重新部署与中国的关系 如果大家观察 2018年贸易战 科技战 金融战开始以来 中国还没有怎么进行反击 美国西方的政客们都开始有了路径依赖 欲试不决 先打中国 为了政治加分 可以随意针对中国 反正中国也不会还手 现在这个刻板印象要改变了 现在不一样了 这枚远程导弹试射就是反攻的号角 而且这是在美国西方 把手里所有的牌都打光了以后 看你能承受得住 承受不住 你们不是说中国经济要不行了吗 你们的媒体不经常炒作中国要完蛋了 要崩溃了吗 那么试想一下 假设中国要完蛋了 假设中国要崩溃了 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拥有打到全世界任何角落的河大国要完蛋了 核武器战略武器再也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的时候 到头来是谁不安全自己好好考虑一下 如果中国现在依旧对世界保有信心 特别是发展与繁荣 那么全世界还是太平的 假设有一天 中国失去了对世界发展的信心 迎接美国 迎接西方的到底是什么 不要把我逼急了 你要是把我逼急了 我能释放出来的能量 不是你们这些国家可以承受得了的 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基地 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如果这个基地这个市场转变为整个的战争机器 那么迎接美国的是什么 是不是彻底毁灭呢 这个需要美国自己的战略智库们好好研究一下了 还是那句话 跟我合作随时欢迎咱们交朋友 如果跟我脱钩或者跟我对抗 那就是你们的末日 因为我有了这个能力 你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约束我了 至于那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别放屁了 骗一骗自己人 拉几张选票可以 别拿出来 因为你们已经没有那个实力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想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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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